就是Podcast 这么好笑呢? 好笑什么? OK 这么好笑啊? 不肯到 2&A 诶,我们有500个Subscribers 我们刚刚过500个 但是虽然没有 没有 他们没有ask question 但我们看到很多YouTube都会很想要 就是抽出来这种Q&A question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 question 就是说 我们两个人是谁的 background 你先 我是Jacky 我的 background是 我是一个IT freelancer 我是马来西亚人 可是在新加坡做工了几年 然后就 差不多在这边也是五年七年了 现在就是想要做一个 Digital Nomad 要去 在不同的地方 体验生活 然后 呃 体验一下 私下在不同国家做工 做工 跟玩 这样咯 嗯 所以我的 background就是 我的名字叫Gary 所以我们两个人的 我们是soulmate 就是灵魂伴侣 partners usually what I label is partners 啊 啊 所以我 我有听人家讲叫做 啊 有一个字叫做Domestic Partner 哦 Domestic 所以我在新加坡是 就是 我去到哪里就是变成那一边的Domestic Domestic Partner 哈哈哈 so我的 background就是 我是呃 我是以前是做sales跟finance的 so有呃 触及到一些banking 嗯 跟finance的领域 那我在这方面有半年的经验啦 嗯 等于在2022年的时候我就打算 就 其实就裸持了 从这个banking industry裸持 嗯 due to some circumstances changes so since 2022年到现在 我其实是在一个 啊 一个 Jacky是digital nomad 我是一个nomad啦 就是游牧民族 就是moving around 你是pure nomad pure nomad 就没有digital的 就是pure nomad而已 哦 so我怎么sustain我自己的lifestyle usually是处于一些previous的 呃 saving 跟一些investment啦 so现在sort of likecruising 一点点好像barista fire这样 我们会 我们会呃 讲about我们的这个 我们会开一个series on这些finances吗 以后可能会啦 哦 以后可能会 大多数我们以后可能会分享一些 我们个人怎么理财 跟经营我们的啊 okok yeah finance的 i think这个应该是lead to 我们的second question 嗯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会要build 这一个啊 这个channel 呃 他可能人家福建话叫欧北共 嗯 啊我们创立的这个初衷是because 我跟jackie 我们两个人的性格是非常的opposite of each other 嗯 jackie wise他是比较问世里的小话 嗯 啊我是那种比较披肩展翅的哥哥这样 try everything once 哦 哦你是什么那个哥哥啦 对 哦 so 我还以为你要说你是路边的野花 没有啦 哈哈哈 so 哎对问世里的小话我是路边的野花啦 ok so basically就两个人 我我我就是比较不会中规中矩这样的做东西 所以我们的有时讨论的一些观念 有些是有一点反差很大 嗯 所以他是以这种比较保守的啊 啊角度来来看一个问题 我是一个比一个比较狂野 比较啊 比较unique的方法去看这个 这个东西的角度 所以我们其实有一个podcast 我们start off一个podcast 叫black white talk的啊 嗯 是在shopify可以 spotify spotify 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这个channel 嗯 所以我们就是这个这个频道 就本来是要我们set up的时候是本来是要啊 要要给大家一种不同的意见的啊 就是反馈一些不同的意见 就是对立面的东西啦 对对立面的意见 因为很多时候我就是一个呃 听话的小孩 他是一个不听话的小孩 所以听话的小孩会叫哎 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这样做 不听话的小孩就会question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所以就有一些碰撞的火花 这样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创立这个 啊black white talk的podcast的 嗯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从podcast 就慢慢演变成一个youtube channel ok 这个youtube channel 我们是start off with一个challenge 30 video challenge 就是我们看了一个online youtuber Ali share怎么样去start一个youtube channel 他给了一个很好的建议 就是说for你的头30个video 你暂时先不要想去怎么样去定位还是什么 嗯 先拍出30个video先 然后慢慢从里面慢慢的磨 看来一些比较make sense的 make sense的 所以我们也有set一个target 嗯就是说30个channel 啊30个video我们拍了过后呢 我们会reward我们with一个一个cameraupgrade 嗯 我们最后呢new down to 啊买的first cameraupgrade 因为我们usually是用iphone来拍 iPhone来拍 then我们的第一个cameraupgrade 是用instance360 嗯哼 啊这个会是一个semi action camera 很flexible的 so我们拿出国的时候很适合我们拍 嗯 so我们已经成功的establish的在black white talk youtube channel经营了30个video了 嗯 所以看起来很杂 但是at least我们hit了这个moutestone了 嗯 我们买了这个instance360了以后 我们会commit啊to move forward right to change a little bit to make我们的channel more polished into more audience driven instead of我们 我们自己做自己爽 对因为我们之前呢我们做一个youtube 其实也不是为了monetize是什么 我们是想要记录生活 so以后老了这些all these memories memory dividend 嗯什么是memory dividend memory dividend memory dividend like一本书 dive0有share着memory dividend的东西啦 就是记忆股息 就是记忆股息 就是你现在做的东西 它以后会pay back you in memory terms 对它会pay you back in terms of一些benefit in terms of dividends so以后example 你可能说你以后可能有孩子还是什么东西 还是有朋友想要知道说你生活发生什么事情 maybe10年前发生的东西 你可能用嘴巴讲的话 你你你你你你会可能 呃到这时候你可以拿出这个video 跟他讲啊 以前我有去用这个brompton啊 骑过这个camping啊 this are things that you can tell a story so这个是我们呃 记录生活的的初衷 嗯然后我们去找找我们录的video也是 因为我们买了脚车 然后我们就觉得其实有一些东西 我们在网上是找不到 然后我们也想要分享一下我们 呃我们的journey 呃我们怎么样去找地方骑脚车啊 骑脚车的时候的感觉啊 就是要分享给一些朋友知道哪一个脚车好 哦其实我们早早开始做这个youtube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成立我们的对立面了 就是我是买brompton的 他是买360的 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啊 啊 argue说 其实要买brompton好还是买360好 so这个是其中一个我们的那个 呃碰撞 ok ok so 我下一题就要问你的就是哈 之前我们成立这个youtube了差不多一年了 里面已经涵盖了差不多30到40个 different video了 啊你可以share一下这些video大概 概括什么样的东西吧 嗯 first is 啊叫做 foldies related的 so我们很早的时候我们就有转brompton 360 然后我们有介绍一些我们觉得好用的东西 back啊有什么小改装是好用的啊 就是brompton foldies 折别类脚车 对啊就是他的那些啊为什么我们去啊用cycle 啊为什么我们会选择买一辆脚车啊这一些 然后也记录了一些我们出国旅行的一些啊片段 我们去了哪里我们去了越南 越南 越南 越南哪里 ho chi min 胡志明 胡志明 Dalat Dalat Hanoi Hajang 啊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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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B JB JB也是我们偶尔会去的 然后还有就是讲about你的兴趣钓鱼 OK 钓鱼就是一个我打发时间的一个hobby啦 然后为什么我要有学会钓鱼是因为啊我有一个vision 就是说我想要啊做一个sustainable living 自己种自己的花草 然后也可以自己钓海的鱼来吃 这样的话我有肉 我有菜 嗯 的话我就在食物上面我就要sustain了 然后接下来我也可能去explore to那种solar energy 嗯 就可以用solar energy convert to electrical energy 这样我的footprint就会很小 嗯 basically哦你要做的这个东西哦 让我可以想象到的就是你要去深山里面一个人住 我是其实很喜欢这个conceptofof the grid啦 就在深山里面build一个物质自己种菜自己去钓鱼 然后自己buildsolar panel这样子 对so这个是我我自己很想要做的东西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他很他其实是很sustainable to我自己的character 因为我这个character是比较antisocial不喜欢跟人家交流也不想去entertain别人 然后我们我就很想要自己一个人introvert在家里 然后我就会啊 对就是一直累退的东西 嗯 然后因为garry去钓鱼 然后我们也衍生了另外一个hobby就是camping 嗯 为什么会camping呢就是因为他去钓鱼每次去海边 然后我就很闷他又一定要我去 所以可以做的可以跟camping combine起来的就是 可以跟钓鱼 combine起来的就是camping 然后我喜欢煮 所以我们就买了一些cook set 去钓鱼的时候可以煮一下 然后再加上我们是骑脚车去 所以我们会比较focusonlightweight 我们可以在脚车上带的是什么东西 啊 所以两样东西你最满意的我猜啦 就是一个trengercook set 对 它有一个就是trenger里面 它有一个小小的cattle 它有一个那个brubber擦了 它就有一个东西这样哦 这个是用来泡那个hand drink coffee的这个combi 对 I think你trenger这个set 你真的是用到很好for camping这个site 嗯对 然后你也讲到一个重点就是 啊我们我们还没有出video for这一个hobby 可是这个也是part of我们的我们想要会做一些content 就是咖啡就是有了那个我是喜欢做filter coffee的 所以我有一set的coffee的coffee then trenger呢买了那个插在那个sprout 插在cattle那个sprout呢 我们去camping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自己呃实现咖啡自由 然后我们在家里呢我们也实现我们自己的咖啡自由 然后我们不是用很贵的espresso machine 我们全部都要秉着一个你要明白它怎么操作 所以你才可以用的就是咖啡 就在后面这一边就是这一个 所以我们的mechanical espresso maker叫robot careflat robot 对 所以用手压它自己可以create一个up to 9 to 12 bar的那个pressure 对 所以这个很好可以拿出一个espresso shot来 对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也是时常去经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vlog 所以我们的vlog里面呢就是会记录 尽量记录我们的生活 我承认我们的vlog还不是拍的很好啦 但是我们会持续慢慢的进步 所以vlog里面我们会涵盖一些我们去过的地方啊 比方说park lane那边它倒了我们有去拍一下 啊peace center 那边然后上台我们也会带好像有一些exclusive的这种artist event啊 我们也会去呃 之前那个 Mr.Yip Mr.Yip的一个art gallery 他用60米长的不同的话 连接成一个新加坡的故事 啊这个我们也是有去体验咯 所以这个vlog呢这时候会我们会持续一直做的东西就是会比较贴近我们生活我们做的东西 我们会尽量improve我们的quality on the vlogging 我们的vlogging虽然还不是很interesting 把我们会再接再厉的去把它弄得更好一点 对 下一个我要问的问题就是哦 ok我想要问你啊 ok等一下你可以给我share一下 我们经营youtube的话哈这个频道哦 中间遇到了什么难题 你可以讲三个难题 for yourself 呃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中间有一段时间我们停更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哎不知道要更新什么东西 然后再加上啊那时候我有时候要回马来西亚要回来 所以就不consistent了 就很难去呃你break out那个momentum你就很难去continue了 呃我就 再补充一下 补充一下哈 就是那段时间咯我们大家的都有一些 因为本来我们是有一个start一个habit跟一个一个就是我们 有差不多每一个礼拜都会有更新一个video 那个时候呢而且我们的主题很focus在找他车上面 我们发现到我们的subscriber其实是啊长得蛮好的 就是有二三十个人他们会subscribe那个channel at one day 也也是有一个progressive的一个improvement 然后over time 因为我们个人都有一些personal issue 要去啊away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三到四个月我们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有些问题发生呢我就要去呃三到四个月 对我啊我去isolate then你有一段时间就是又回去马来西亚 回去马来西亚 for几个月 那那段时间我们就没有时间去更新这个频道 然后就break了这个momentum了以后我们就发现到很难再pick up这个momentum回来了 对对对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是呃我们没有 我们会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要拍什么可是有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讲还在一个啊啊啊就是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其实应该要享受当下去去去record一些我觉得想要record的东西 可是很多时候我经过了我到了那边过后哦就错过了那个moment 然后有一些如果是你plan的你要拍什么东西呢这样子就会很影响我们的trip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蛮蛮蛮蛮难的还在摸索应该要怎么样做 然后第三个是 就是i think这个是我们两个都有一点trouble的就是我们用很多很多时间来edit video 就其实一个短短的十分钟哦我们可能都是要用一个半天到一天来edit ok说在我的perspective里面呢对我来讲这个youtube啊经营的困难的地方就是有啊好像啊后期post editing的video editing来 ok 我就是需要其实做的很不好因为我们只用一个cap cut的这个软件来做他不是一个很professional的所以很多limitation然后做到来可能我们做的方式也没有没有去提升更进步啦 so based on这样很简单的方法我们做的video不是很好嗯 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频道我觉得就是分没有一个重心跟主题的话其实是蛮难拍的比方说之前我们有focus set prompt and fold this的话 我觉得讲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应该要讲什么但是如果这个这个hobby不是一个你一个perpetually一直可以这样enjoy下去的话 你可能maybe一两年你喜欢做这个骑脚车的可能过一下子你不想骑脚车的话你想要换一个topic right我就觉得我就对骑脚车没什么兴趣了的嗯 对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problem to stay focused啦to stay in the niche of我的channel 插插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很多脚车类的也是因为其实脚车类的那些你要换东西啊也是很烧钱 所以有一点被词了go against我们的philosophy of life啦对对对对 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讲一下我们的philosophy是什么嗯啊ok then啊我还有什么challenge啊youtube就是基本上i think 我也是lastly就是我对privacy这些也没有很想要share我这个online persona啦 因为你懂recently这些identity death啦scammer啊这些是我的concernsso i'm not really 啊不是很很很很准备好去呃在online去disclose自己是谁这样这个也是我的一个inner concern so我做的东西就可能比较tourer就没有这样focus想对其实有在早早的那些几个video里面 其实你会呃你们会看到很多时候他是会带着mask的so他不是那么想要来expose他自己啦 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经营啊这个youtube的难处嗯啊但是next question就是如果我想问你啦ok如果有人要start一个youtube channel ok啊他们想要跟你提取一些意见 你会给他的意见是什么我会给他们的意见是aim for completion不要aim for perfection最重要你要经营一个youtube频道的话我不是expert啦 可是对我来讲哦我不可以一直说我要perfect这个video不perfect这个video不perfect你永远都一直出不了因为你的video永远都不会perfect的 所以我觉得你要做到一个呃你自己比较满意的那一个呃video你先出因为很多东西是over time你会experience然后你慢慢会你的经验值blumblum加加加加你就其实会越做越好 其实这个也是我自己体会到的就是我觉得我前面剪的video很烂很烂很烂可是现在呢我会比较知道我要拍什么东西我要怎么样去剪这个东西有什么东西是真的是要断舍利的chop 所以我的comment也用你的一个code啦我的code给给你们的建议就是啊就是不要shoot and aim不要aim and shoot要shoot and aim 就是说有一个target board right你就不要aim了然后aim到很准了以后才开一枪是因为你这样aim很准开一枪你也不一定会中空心的但是你先开一枪先看中哪里然后你再调一点点再射的话我觉得就是叫做shoot and aim so in layman terms就是说哈ok你应该什么都不要想先不要想说啊很多那种复杂的这个东西啊monetize的什么不要想这个东西你先想的东西就是先记录下来先啊记录下来produce the content先就produce一直produce一直produce consistently去做了以后接下来你就会慢慢找到方向啦你要先做action is very important 这个也是为什么呃我们会先要做那个30 videos的就是我们要先just做然后其实早早我也是很camera shy then after that 你做了过后你觉得欸其实没有这样多人会注意你的so it's really ok 对就先start just don't care just start ok ok 最后一个question啊ok to wrap up the whole video right就是说我们想share一下我们back personally我们background的三个中心思想 为什么is important呢是because啊你不管出什么样的topic都好camping还是什么都好 你本身认同的东西是很重要的so你不然maybe你share三个point ok我先share啦so for我的话呢对我来讲呢就是极简哦minimal 嗯啊对我来讲我其实是不喜欢有很多东西make myselfconfuse越少越好嗯然后特别中情于那种mini mini 的东西对我很喜欢小小样的东西啦fishing rock小小脚小小小脚小小小这样第二呢就是我会比较偏于frugality 嗯嗯就是我其实中心思想就是有一点anticapitalism的啦所以我尽量的话是会会知道怎么样把先财先斩下来先啊啊啊frugality啦 然后最后一个呢我的中心思想是ampuritism就是体验型我就是什么东西我都相信就是啊要尝试嗯尝试了以后我会给出一些真的啊很personalized的一个opinion 嗯因为你不是有一个quote啊啊我有一个quote啊就是live life in moderation啊try everything once就是真的是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你才能够什么都才懂 这些东西是想你的呢我的是啊我会比较focus在于活在当下就是你一起过一起就是现在发生现在的东西呢你就要去享受现在有的东西就算 那你好生活好生活不好的话你都要去体验体会现在有的东西其实有的是很多然后我在东西方面呢我会我会prefer物尽其用就是你有这个东西你就真的是要把它put into maximum use就是不要不要扑张浪费啦虽然以前我是一个蛮扑的浪费 比达到这个浪费的人现在就会比较想要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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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ocolcom 用用用到他真的是坏掉然后才换一个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呢 我是会向往极简生活 可是我觉得我不能够极简到整个物质里面只剩一个东西 我会觉得是我会比较 有本书叫FIRE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那本书里面呢 他会跟你讲的一个concept 就是你list down十个你喜欢的东西 然后你就在这十个你喜欢的东西里面花钱 就是会会有hobby 然后你会真正的想 这一个是不是你想要的东西 然后也会就是加把三个 OK So I think我们的这个first time 我们做的这个反弹型类型的这个series呢 就告一段落了 So我们这个500个subscriber的这个Q&A 我们就做到这里了 So注意我们 因为我们会把这些呢 就会把它弄成 In the future 会弄成一个podcast 然后就会有在这个链接里面 就会跟大家分享了 OK OK 拜拜 拜拜 拜拜